我叫陳貓,姓陳明貓,出號陳海森 為什麼我叫陳海森? 因為我尾巴像新年的人最喜歡吃的海森 我今年14歲了,本來有20磅 不過貓奴太肥,身體會不好 就和我瘦身吧 現在只剩十幾磅,是不是很健康呢? 我最喜歡看貓奴煮小飯 我年老闆說想煮鮑魚吃 但選哪款好呢? 有油殼,又有罐頭,又有一口包 但是聽貓奴說現在不是那麼好景 荷包乾冷化,老闆說只有10元 那也是選一口包,舔下去也很好吃 貓奴說他每年去台北玩 夜市那裏有鮑魚一串串,又香又好吃 回來想煮個,難道死 現在老闆開到可以說要做食譜 才去做 那我就幫幫忙吧 說得明白,這些粗衝功夫 我新的交易贵,我也叫他牢努熱處幫忙做的 首先將麵粉和粗鹽倒入水 用剪刀將鮑魚的芽位剪去 然後放入麵粉水裡攪勻 你可以用老薑或牙刷 把它擦乾淨 煮至於蛋黃色煮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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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用椒盐和烧烤辣椒粉调味过之后 鲍鱼仔和黄芝菇都很入味 趁热吃,脆薄薄,很棒 如果家里没有椒盐粉,那怎么办呢? 你可以试试用即食面的一些粉 又或者是kinky面里的调味包做dipping sauce 都可以做出不同的风味 猫猫和猫炉祝大家新年吃饱饱饱,身体健康 疫情快点过,就可以再吃好东西了 猫猫,快点和大家拜个年吧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,记得订阅明报Canada 点赞,开启小铃铛 有片出,就会告诉你了